我們有一村, 起碼有二十個人 被他這樣對待過 已經隱起公憤 還有他有一個暴力行為 令到人不安 那條路是我們需要經過的道路 而且擔心他會有些攻擊行為 但比較極端一點 牽著狗狗去散步 誰想到有人生不息親 都會走迷路, 還動手動腳 九龍堂有一村這個傳統豪宅區 環境清幽寧靜 但一年前開始, 出現了個神秘女子 就令到這一區從此不再安寧 女人每次見到有人放狗 就會突然性情大變 滋搖居民, 人人見到她都害怕 我們去年年尾 已經是我們狗狗的WhatsApp群 都說大家小心點 十點多鐘在花埔街附近 有一個女人經常會有些攻擊行為 知道有這個惡女人的出現 鄭小姐每次放狗都特別提高警覺 不過, 怎麼被都避不住 有一次女人突然出現, 指著她來罵 她看見我和我的狗狗, 她很大聲地指著我 當時她和保安站在一起 她指著我, 說她有帶一隻狗出來 你是在哪裡 然後她就衝過來我 她衝過來時, 其實保安轉頭做其他事 她很大聲, 整條街都聽到 我很害怕的是她也衝過來很快 而且她一直跟著我 我真的不想讓她知道我住在哪裡 我覺得有危險 其實這條花埔街 是由一村花園居民出入的必經之路 不少放狗人士都會在這裡經過 工人姐姐Tess在放狗期間 曾經被這個女人打了五次 更加一度跟屋苑的職員理論 我沒有跟她做任何事 我沒有跟她做任何事 為何你阻止我 你必須阻止她, 她已經打了我五次 我知道… 你知道, 但你不懂事 你阻止我, 為何你不阻止她 她拿著那個床帽子 我要逛街 待會她過來, 她會拖我這裡 不讓你走 我向她的床帽子, 她要打我這裡 她說那個保安, 保安,保安,保安 一句…第四節, 她拿垃圾風的櫃子 她扔我 那女人隨手撿起什麼 就拿什麼來做武器 這樣襲擊人, 隨時打到人家一身傷 她還越打越狼死 到第五次了, 終於有人拍到 這個穿著綠色衫的女人 用小心地滑的黃色膠牌 不斷地追打工人姐姐 一下… 兩下 工人姐姐要保護自己 唯有用手阻擋 就算有保安在場 也沒有制止過女人 那個黃色的牌 又用黃色牌 她扔我, 剛才跟我打 然後這個是低, 低不知 我看到這個有露血 我說, 為何你打我 然後擺我的眼鏡 擺你的眼鏡? 對 眼鏡這個又擺爛了 保安報警, 保安在這裡看 看著她打她的 原來的影片可以看到的 她沒有制止 她知道她四點半有限界 她知道她的灰雷 她就躲起來, 突然會出來 你說害不害怕?她背後 要不罵她, 要不打她 Tess在僱主Lily的家 在家工作了接近二十年 主僕情深 Lily殺怪自己當時不在現場 保護不到工人姐姐 沒想到一想就忍不住落淚 我想說, 為何香港這麼安全的地方 和Yoya重用這種行為這麼久 我覺得自己好像… 好像保護不到她 但我又不可以去打她 保護到警察, 警察也不夠重視 我從太太來說 我以為她做些事, 保護她 但她還未躲起來 因為不知道她何時會觸染 又不知道何時會出來打她 或者罵她 現在不要害怕她 會不會晚上都睡不著? 有, 我睡不著, 想這些 我明天逛街, 何時看到她 都要罵我、打我 據了解, 女人每次出動之前 都會躲在一二邊 一看準目標, 就即時走出來 指著放狗人士來罵 有時候還會拍照記錄下 而招生的家人 亦都試過被這個惡女人滋擾 令她非常氣憤 有一天, 其實我回到家 我家人就給了一段影片給我看 就告訴我, 她怎樣怎樣受到罵 一直追著她罵 我一直之前也有聽過 很多有一村群組的朋友 受到襲擊 這件事其實我也生氣 因為這位女士 她是用那個數碼去刺人 而且用那個小心地牙 是真的打人家到低 這件事發生了那麼久 都好像沒人站出來說 我覺得應該真的要走出第一步 出來做這件事 去讓大家關注一下這件事 那女人動手動腳 出口罵人不僅僅 有居民指 她試過駕車企圖高速駛向一班 的放狗人士 我好像走狗 我們沿著那個花圃街走 跟幾個狗友 我們走馬路邊 突然間後面聽到 一些很快的加速的車聲 突然間牠剷了上路邊 但是急殺 即是急殺 即是嚇嚇我們 然後下車來罵 然後我們住在村花園 不可以走那條街 究竟這個動作 是否想警告一班的放狗人士 如果車煞不設計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我怕牠如果一天真的煞不設計 牠突然間這麼激動 所以牠駕駛的車也很危險 就像這段影片一樣 女人又無緣無故 捉著一個放狗的女士來罵 幹嘛又是這樣? 聽到你不敢回家 你不要回家, 我跟著你 有膽子, 你回家 這個西裝哥哥看不過眼 即時挺身而出, 出手幫助 你還沒人 原來我認識很主婦 我昨天都見牠過來 我拍牠大狗, 你拍牠 我現在拍牠 牠有狗, 一起拍 一起拍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幹甚麼 一起拍 你不要走, 我不害人 看別人說要衝駕駛 師傅在那邊做 所以要把牠上去 我都離譜了 謝謝 謝謝 而我們也看到大廈的鐵閘貼了告示 提醒放狗人士 可以去附近休憩住的狗廁所 看來女人落手的目標都很明確 專門選單獨放狗的女士 但為何牠要打人 牠跟狗有甚麼深仇大恨 牠不喜歡, 覺得狗周圍小便 牠可能不太喜歡 牠就算知道, 看到牠的清潔 牠也可能不舒服 牠就這樣走, 平時就這樣走 我不會覺得牠有甚麼問題 牠是很正常的 但好像突然一下子就… 好像生氣得很厲害 我們在現場觀察 發現有不少人放狗 看到狗狗在街上大小異變 公仁姐姐也有即時清理 確保地方是乾淨維生 據了解, 女人年過70歲 之前一直住在內地 一年前開始, 回來有一村居住 究竟為何牠會出手打人呢? 我們去過那個女人居住的地方 但一直都還沒找到牠 於是我們嘗試聯絡大廈保安 了解這件事 你好, 你好, 我們是東章西網 因為我們收到有人報料 說有位女士經常在這裡 可能會攻擊一些帶狗的女士們 所以想看看這個情況是怎樣 好, 剛才剛剛聯絡了保安部那邊 然後已經說了那個情況 但他們就收了我們線 其實保安局都有開會 都知道這件事發生 他們有開會 他們會說這個女人怎樣怎樣 但沒有作出一個行動 我覺得他們 他們不會說說到外面是包庇人的 但應該就隻眼開隻眼閉 某些位置 可能覺得解決了這件事 大家不要吵就算了 而且我覺得都令到 這裡大家很多街坊 或者狗主 很困擾、很滋擾 會造成大家放狗 應該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變成有時候有很多朋友走後面 都會有提心吊膽 會被他們罵, 會被他們打 面對種種質疑 有鄰居就覺得女人沒有打人 有個女士是否經常在這裡打人 不是打人 即是攻擊一些帶狗的其他人 她不是打人, 她經常投訴 她經常在這裡 她向保安那邊投訴還是怎樣 她叫警察 因為有…其實過去這一年來看 即是她回來之後 其實她發現很多狗 在這裡拖廁拖廁 是 這是事實 是 她對這方面比較緊張 我們去信屋苑的客戶服務署 獲回福祉 由於花圃街屬於公眾地方 不屬於屋苑的範圍 服務署已經多次聯絡食環署 要求加強巡視及清洗街道 服務署又指 有業務曾經跟放狗人士發生爭執 職員和保安員以盡力勸喻雙方 避免發生衝突 並沒有偏袒任何一方 倫理之間應該和睦相處 不應該動手動腳 追著別人來鬧, 只要居民 最好都是平心靜氣 一起解決問題 大家請吧 我們在看 沒有期待 平心靜氣 直到一半 不再待 посмотрим 我們這裡